大家好 我是香港藝術館館長Terr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組三幅連環畫 其實這三幅連環畫是外銷畫 它是三幅油畫 描繪的是廣州的外國雙管區 在1822年11月初的一次大規模火災 這三幅連環畫描繪了由大火初起 烈火衝天和火吹熄滅的三個階段的景象 先說第一個景象 當時是農曆的9月18日 月光是很月圓的 雙管的後面以北一里的地方 有一些紅色的火焰 就是大火初起 有中國人、有外國人 他們不同的反應 有些人是提著燈 在屋頂、在商館前面的空地 拿著不同的物品去救火 有那時的火燭車和一些水桶 也有人去到議論紛紛 也有人好像很緊追投訴 到第二幅 焦點會自自然地 落在色彩濃艷的火焰上 天空都被農煙覆蓋住 而且群眾已經觸手無策 已經是愛莫能助 全部都聚在商館前面的空地 甚至乎在船上 只看著火 做不到任何補救的事 到第三幅 記錄了災後 頹魂敗雅的景象 商館區前排的房屋 完全被移平 其實經過1822年 這次大火之後 商館區有少許外貌 有少許變動 例如多了一條街等等 這些種種細節 都反映了在外銷配畫當中 香港藝術館是收藏了很多非常珍貴 非常有價值的外銷藝術 市民看到這些畫作的時候 就會彷彿自己自身是另一個時空 去感受歷史的深度 歡迎大家欣賞這批世界級的藝術館廠